相信大家都曾经想过进行一次时空旅行 穿越时空回到过去或探索未来 但究竟这只是凭空想象 亦或真有可能做到呢 在世上唯一一个被官方承认的时间旅行者 是来自乌克兰的谢尔盖 他是出生于1932年 在他25岁及1958年的一天 他想到市中心走走拍拍风景 途中他看到天空中有一个奇怪的大钟漂浮着 于是便拍下来 转眼间他便来到了2006年的基辅士的街上 这时他还身穿前苏联时期衣服 正当他满脸疑惑观察四周时 附近的警察也注意到他 便上前查问 他向警察出示了证件 当下警察更是怀疑 因为他出示的是50年代的前苏联使用的证件 而且上面写明他出生于1932年 按理说应该是一位白发苍苍70多岁的老人 后来警察把年轻人送进精神病院 并找来心理学专家保罗博士进行调查 但在两天后 谢尔盖在密封的病房中离奇消失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 有什么证据证实他是一个时空旅行者 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点 第一点 在2006年 摄影专家把谢尔盖 从1958年带来的胶卷能洗出照片 而且十分心也没有任何破损 按理这些胶卷只能保存两到三年 就算小心保存密封 防热防潮 低温干燥的地方也只能保存20年左右 这情况摄影专家也没法解释 而洗出来的照片也确实拍到不明的飞行物 第二点 从胶卷洗出来的照片 由谢尔盖当时的女朋友 调查员也找到此女子 并证实谢尔盖是真有奇人 他也跟调查员提及谢尔盖 曾经跟他讲了很多离奇的事 甚至描述了当时还没有的微波炉 后来他们分手了 他也没有谢尔盖的消息 第三点 一到乌克兰电视台 探索节目 时间旅行者的调查专家 找到了一卷基辅电台的广播录音 是谢尔盖接受一个科幻访谈节目的采访 谢尔盖在节目中提及微波炉 手提电话 人造心脏等 而且他用的专用术语是现代词汇 当时的医学界还不知道的名词 据说当谢尔盖 在2006年等待保罗博士时 多次询问医护人员关于微波炉 手提电话的问题 另外当时的医护人员 正在阅读有关人工心脏的文章 此外节目也提供了影像记录 电台音频记录 相片也有一些其他证人 这些似乎更能证实时间旅行者的存在 不知各位观众有什么想法 可能在不久的一天 时间旅行真能实现 谢谢观看地球旅客频道 喜欢的朋友请订阅与点赞 还有点击小铃铛呀 谢谢你们的支持